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养老院门前的老照片,画面令人不禁唏嘘,这张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,在风女儿女们的温馨照,六个女儿个个漂亮,以现代的审美观来看的话,也是亲力家人,这才是真正的晚清皇族美女。 张又宜是一位典型的名愿归秀,后嫁给风流才子徐志摩,两人没有任何感情基础,徐志摩最终提出离婚。 张又宜同意与徐志摩离婚,并道,我要追寻自己成绩的特质,做个拥有自我的女人。 我想让她看看她弃我而去以后,我一直活得很好。 黄慧兰是顾为君的第三任妻子,她精通六国语言,衣着时尚,举志优雅,加之为人热情大方,深受欧洲人的欢迎,被称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。 杂志评为最佳着装中国女性,可见其魅力所在,黄秋燕,李连杰的同门师姐,在少林小子中扮演女主角三凤,同时参演南北少林。 而为观众所知,黄秋燕和李连杰于1987年6月结尾连礼,后来却已离婚收场,令人不胜唏嘘。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